美国媒体Politico报道 美国提供乌克兰31辆N1主战坦克 是更先进的N1A2 而非库存的旧款N1A1 在今年3月以后才会完成 德国提供14辆鲍尔A6战车 将在3月底4月初抵达乌克莱 英国提供14辆挑战者 二型重型主战车 预计3月底交付 而加拿大 波兰 西班牙 也加入战车联盟援助乌克莱 荷兰 丹麦等欧洲国家 也都在陆续讨论中 英国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 欧洲安全研究员阿诺德指出 这些西方的主战坦克 都超过俄军坦克的能力 阿诺德表示 西方主战坦克有更好的光学系统 与更好的稳定性 所以他们更擅长在移动中开火 既然欧洲的主战坦克 已经足以对付俄军坦克 为何美国还要提供 乌克兰31辆N1主战坦克 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博士 引述NBC新闻报道 抵露美国高层的决策过程 张天亮博士分析 美国与欧盟在援助乌克兰越团结 就越能震慑中共想要并吞台湾的野心 或许中共遇到更大的阻力 外界认为乌克兰在得到西方 大量的坦克援助之后 接下来应该会希望得到西方 第四代战斗机 比如美国F-16的军事支援 新唐亚太电视江紫阳编译 洹乌克兰越剛才 比为美国庙盾 前面 于年就率 北京 是 百分之后 刻意 123